第四百二十五集 张叶进入到森林不久 空中的天地晶圆突然又波动起来 几个眨眼的时间之后 空中又出现了几个真道高手 这几个真道高手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见到这些尸体脖子里的刀伤 眼中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刀伤都是刀伤 肯定是张叶 看这些鲜血还暖着呢 这几个人绝对是刚刚死亡的 张叶就在附近 张叶今天你是插翅难逃 今天你死定了 你还是乖乖地束手就签吧 你再厉害也无法逃得出包围圈的 老子的运气真不错 今天老子把张叶拿下来了 狂兽宗肯定会大大的奖赏 说不定还会让老子进入藏书阁 看一下里面的藏书呢 老子自己有了修炼功法 就再也不需要进入藏书阁了 老子只希望狂兽宗可以送我一只八百年的灵狐 有了灵狐 老子就可以行走天下 搜寻天下的灵药了 这几个真道高手兴奋地说着 展开身法 在森林中搜索起来 突然 一个真道二重高手 发现了张叶的踪迹 他忍不住发出一声怪笑 大喝道 张叶 哪里逃 说话间 他身形展开 朝着张叶飞过去 但他刚刚飞了数百张 眼睛突然瞪着老大 脸上露出了恐惧至极的神色 咻 一道刀光突然出现 这个真道二重的高手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脖子间已经多出了一道刀痕 鲜血喷涌而出 砰 尸体重重地落到地上 尸体落地的声音 引起了其他真道高手的注意 几个呼吸的时间里 三四个真道高手 化成一道道流光 极飞而至 一个真道三重的高手 看了一眼地面上的尸体 脸色微微一变 说道 一道毙命 罗老四的修备 已经达到了真道二重后期 居然被张业一刀斩杀了 这个张业 好厉害的刀法呀 一个真道二重的高手 冷冷地说道 张业已经身受重伤 战斗力还不如平时两成 如果罗老四小心一点 张业刀法再厉害 也无法一刀斩杀 是吗 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随着声音而来的 是一缕淡淡的刀光 刀光 有数天边西洋的余光 温和 而幽远 这个真道二重高手 刚刚说完话 脖子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刀痕 他的性命 也随着刀痕中的鲜血 不断地流出 小心 张业就在附近 那个真道三重高手 见到同伴被一刀斩杀 当时吓得魂飞魄散 临忙发出警告 这个真道三重高手 刚刚喊出声来 那道淡淡的刀光 突然又出现在虚空之中 朝着他站过来 刀光看起来不快 其中蕴含的威力也不大 但却给人一种 闪无可闪 必无可避的感觉 刀光 从真道三重高手的脖子间划过 这个真道三重的高手 连张业的样子都没有看清楚 就被长刀斩中了 连续有两个真道高手 死在张业的刀下 剩下的人都吓呆了 他们这时候才知道 张业的刀法是何等的厉害 以他们区区真道两重三重的修为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快快走啊 几个真道高手不约而同的逃跑 面对张业这种可怕的刀法 他们连狂兽宗的命令都不听了 一心直想着逃命 真道高手全力逃跑 速度快地出奇 但就在他们施展身法的时候 又有几道刀光煽气 照亮了黑暗的森林 三个逃跑的真道高手 身形突然停下来 最后他们的脖子间鲜血筐喷 身子软软地倒在地上 张业脸色默然 收起长刀继续赶路 他虽然刻意隐藏了身形 但他身上的血行为 却是怎么都隐藏不了 刚刚走出树石里 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说道 张业 你走不了了 快快给老夫束手揪琴吧 老夫可以不折磨你 随着声音 一个老者缓缓地从前方走出来 他的胸口之上 赫然绣着一个白骨 看上去阴阴森森的 老者盯着张业 就像猎人盯着一个猎物 他目光中闪动着兴奋之色 说道 老夫乃是白骨门大长老 张业 你还不束手就擒 难道还需要老夫动手吗 张业脸色默然 长刀一盏 一道淡淡的刀光飞出来 白骨门大长老冷笑一声 他手里突然出现了一根巨大的骨头 骨头迎风一盏 发出呜呜的怪响 但听到 当的一声轻响 张业这一刀 竟然被挡下了 白骨门大长老 把张业的长刀震开 他感觉到 张业的刀法 虽然精妙绝伦 但其中蕴含的力量 却是很少 邓氏放下了心 白骨门大长老嘎嘎怪笑 说道 张业 你的刀法很高明 但你的刀法 也只能缠上 真大二重和三重的人 老夫可是真大五重高手 实力比真大三重强 大百倍 你的刀法 根本就奈何不了老夫 老夫 老夫今天注定 要出名了 就在白骨门长老说话的时候 张业 张业 又出道了 这一刀 犹如繁星点点 白骨门长老根本就看不清张业的刀势 白骨门长老心底惊骇 顾不上说话 手里的白骨疯狂挥动 形成一道厚厚的白骨墙壁 然后全力抽身后退 叮叮叮叮叮叮 大部分的繁星都被白骨墙挡下了 只有区区的两三点繁星 透过了白骨墙壁 飞入到了白骨门大长老的防御圈之内 这两三点繁星骤然化成了三道刀钢 刀钢一闪其事 白骨门长老的动作突然停止下来 他的脖子上 胸口上和额头上 各自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刀痕 咸血从三处伤口喷涌而出 好厉害的刀法 我小看你了 白骨门长老挣扎着说了一句 身形就像是柱子一般 重重地跌落到地面上 白骨门长老刚刚到地 又有四重人影出现 这四道人影 胸口前面赫然绣着白骨 显然是白骨门的高手 四个白骨门强者飞升而来 看到白骨门长老倒地 脸上都是不敢置信的神色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修为达到了真道五重的大长老 这么快就被张爷斩杀了 咻 就在四神惊骇的时候 四道淡淡的刀光 突然从幽暗之中出现 就像是四缕淡淡的星光 照耀着他们的头顶 快闪 一个真道三重高手 感觉到刀光中的杀鸡 等是撕心裂肺的大吼 同时身子就地一滚 狼狈至极地滚出去 嘘嘘嘘嘘 四道淡淡的刀光 就像是四道索命符 刀光闪过去 三个白骨门的真道强者的脖子上 出现了一个伤口 当即倒下 那个真道三重的高手 比较寂静 反应也比较快 他第一时间滚到地上去 闲闲地逃过了一难 捡回了一条性命 虽然捡回了性命 但这个真道三重高手的双腿 却是挨了一刀 两根白生生的小腿 奇奇地斩断 鲜红的血肉和森森的白骨 露出来 这个白骨门的真道三重高手 被张掖这一刀吓呆了 他嘴里发出惨糊 身形像是蛇一般 贴着地面移动 叫道 门主 门主 这张爷在这里 在这里 快来 咻 他的声音还没有说完 一道刀光从天而降 准确地钻入了他的颈间 这个白骨门的高手 脑袋和身子骤然分离 山手溢出 这个真道三重高手刚刚死去 远方的天空中 传来一声长啸 长啸 宁儿不散 声音绵绵不断 不断地回荡 显然 发出长啸的人 绝对是一个高手 嘶 长啸之声还没有停止 一个浑身干瘦的中年人 突然从天空中落下来 正正落到张爷前方 把张爷的去路拦截住了 感受中年人 瘦得出奇 一眼看上去 全身上下 都是一块块的骨头 更可怖的是 这一块块的骨头 竟然突破皮肤 突起到外面 发出森森的白光 看上去 人不人 鬼不鬼的 中年人 打亮了张爷一眼 干瘦的脸上 露出一丝喜悦之色 但他看到张爷身边的 武器尸体时 脸上的喜悦之色 等时散去 眼神中 闪过一丝震惊 干瘦中年人 冰冷地说道 老夫 乃是白骨门的门主 古龙王 张爷 你杀了我白骨门五位长老 今天 老夫 要把你双腿剁成五段 张爷不言不语 手里长刀一斩 天空中出现了点点的繁星 骷髅王 骷髅王 见到突然出现的繁星 瞪时下了一大跳 一惊之后 骷髅王很快又平静了下来 他的手里 突然出现了一柄 巴掌大的短刀 短刀 在身前微微一挥 一股庞大的力量 排空而出 就像是一座大山般 挡在他的身前 刀钢墙 骷髅王的眼力犀利 他一眼看出 张爷的刀法 虽然妙诀天下 但蕴含的力量 只相当于 真打二重的高手 在这种情况之下 骷髅王以力之上 他凭着庞大的先天真气 硬生生地 化成一道刀钢墙 把张爷的攻击挡下来 张爷长刀 划成的点点繁星 落到刀钢墙上 就像是泥牛入海 只听到扑扑扑 一阵轻响 张爷的攻击 正是被化解掉了 骷髅王挡下了张爷一击 忍不住发出一声畅叫 张爷 看来你已经到了强奴之末了 体内的先天真气 所生无几了 就算你的刀法 再精妙 没有先天真气的推动 也发挥不出作用来 你绝对不是老夫的对手 张爷不言不语 脸上露出一丝嘲讽之色 他手里的长刀 微微一阵 点点的繁星 突然变了 变成了一轮轮弯弯的月牙 几个弯弯的月牙 竟然冲破了骷髅王的刀钢墙 来到了骷髅王的身外 骷髅王猝不及防之下 瞪时被月牙碰到 感受之极的身躯上 出现了几道刀痕 骷髅王 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 他的眼睛陡然瞪大 刹那间 后退了百丈 骇然叫道 这 这是山谷刀计 月牙斩 对了 刚才点点的繁星 应该就是山谷刀计 繁星斩了 张爷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收刀后退 眼看就要钻入到森林中 骷髅王好不容易才找到张爷的踪迹 他哪里会放过张爷 见到张爷收刀后退 骷髅王低喝一声 想走 没这么容易 骷髅王手里的断刀 射出一道长长的刀钢 直斩张爷 张爷微微闪神 这道刀钢刹那间射出去 足足飞出了万丈 万丈内的树木石头蛮兽 被刀钢射中 统统都化成坟 森林的地面之上出现了一道三丈多深万丈长的巨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